蜡实际是对味觉细胞的这个这个灼伤 是吧 对对对 它实际等于是这个玩这个自虐 玩SM是吧 所以就嗨 这个你现在说的蜡是辣椒的蜡 那古代说蜡是新蜡 是新 新五味 这是明桃之前没有 没有的 蜡是一个最后 就是从食谱中算是最偏后的食物 凡是这种略带刺激的东西都会上瘾 对 烟也刺激 茶也刺激 包括花椒 对 花椒是原谅中国的 你第一 你这个你第一次喝茶 茶是非常苦的 很难喝的 没有喝苦茶的 说这凭什么爱喝这个 就是所有能让你上瘾的东西 一开始都不会让你舒服 除了一个糖 糖是特意 糖是天然的吗 糖是因为母乳是天的 刚才有一本书很有意思 这个老外写的叫上瘾五百年 我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凡是能让你上瘾的东西都创造过世界级的暴力 对 比如一百年前你说这人牛逼干嘛的 糖王 对 玩糖的 对 还有 玩盐的 盐商 现在说盐怎么挣钱啊 那一袋盐我能吃半年啊 我这上哪儿挣钱去 盐商都是富甲一方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上瘾 上瘾有两类 人是这样啊 人类是这个 依赖生存的叫食品 对经济 对精神依赖 然后对你身体没什么好处的叫毒品 中间这部分叫饮品 饮品的上限 我们国家定为烟 再跨过一步就是毒品 有的国家把大麻给 合法了 合法 办合法 比如像美国办合法 有的地方在什么范围内 受人监督下可以吸 你也不许随便吸 那么下限是什么呢 食品和饮品的下限呢 就是盐和糖 这里头中间的东西 你比如刚才说的辣椒 辣椒也上瘾啊 你知道常吃辣的人 如果突然你断掉辣 他吃三天以后 他浑身难受 他说他非得吃那辣 出现了戒断症状 对 所以这些东西 都可能获取你巨大的利益 所以有一本书叫商银五百年 另外一本书叫 是西门斯写的 叫甜的权利 你就看就是 就是甜和社会阶层 甜和这个经济利益 甜和殖民地 但是呢 你要说这个 我倒觉得就是在味觉上 你比如说是什么 你像历史上啊 这个香料 香料之路 这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大象啊 后来你看啊 比如说我吃西餐 比如说吃法餐 和吃中餐 有什么不同啊 我有个感觉啊 就好像 比如说吃法餐的时候啊 他比较注重什么呢 咱们是注重舌头 我怎么觉得 我吃这个法餐呢 我的鼻子也享受 其实 这好像一种这个香味 萌萌照着我 但是你看中国菜有时候不一样 那边火锅 你也闻着不一定是什么味的 对吧 但是到嘴里是真好吃 凡是带异味的 喜欢的人叫香 不喜欢的人肯定叫臭 说那东西多难闻啊 一边我喜欢吃香醇 对吧 很多人说跟我说 那香醇怎么能进口 我说那什么臭味 他认为是臭味 对 对吧 鸡屎味 你那么 那你 对 他都剁碎了 那摊上鸡蛋 感觉还有了 对吧 那么现在这种意味 你这个香菜 香醇 香烤子 烤子 烤子杆 很多有意味的人 很多人都不吃 这都是植物里边带有 某一种物质 挥发性油性物质 对 你像我 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吃 我也在找 我不吃的东西还没找到 对对对 你不可能有 但是小青 你觉得怎么理解 我刚才说的 你说的 就是好像西方 他重视香料往里放 说片面 就是其实香料 中国人也用香料 就是中国人呢 喜欢把香料埋藏在汁里面 那个外国人的香料 会更表面化一些 你比如说你们安徽的那个 叫什么什么臭鱼响 还是叫 臭鲁鱼 对 臭鲁鱼 对臭鲁鱼 臭鲁鱼不就是给鼻子的吗 你闻的那是香吗 我闻的是香啊 是有点臭 但是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是 香臭不应该分的那么很清楚 它是一种味道 是你习惯就可以 你不习惯你就觉得 其实 最臭的啊 我认为中国食物里 最臭的就是臭豆腐 不是不是不是 那什么 是什么呀 我说的臭豆腐 那个是 没腺菜梗 没腺菜梗 那我没吃过 没腺的 我告诉你 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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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菜的梗 发霉了 臭冬瓜 没腺菜梗 在一个缸里面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臭豆腐有多臭吗 我们就说当知青 知青没好人 完了上人家那个知青宿舍 坏呀 报复 一块臭豆腐 三分钱 拿一半 人家都给了 早饭没了 早饭吃一半 剩下一半 拿手里攥着 趁人不注意 往那个床板底下 啪一抹 那床板都是那个 特糙的木头 对 占将 这一屋半个月之内 谁进你谁豆腐 他妈这屋什么味 特臭 而且那个臭呢 跟人类的排泄物 非常接近 是吧 非常的接近 你也有臭事 不是 那我马老叔刚才说特对 就是香跟臭之间 其实没有接近 可以互换的 它中间 它就是一种东西 就跟那个银朵似的 就是如果这 一种化学物质 银朵 大便利 我觉得玫瑰特香 是吧 玫瑰那个银朵 要是浓度一万倍 那就是屎的味 玫瑰我也觉得臭 但如果再淡一点 再淡一点 你就觉得 这是玫瑰的香味 如果这味道浓一万倍 那就是屎 那就是屎的味道 所以臭跟香 然后它本来就是一回事 马老师跟咱说的就是 香臭不二 小青森 我最后问你没问题 就说这个味 这个味觉 古今中外 是完全变化的 是变的 是变的 就是我们吃到的 你比如说我经常去 被邀请去参加什么 访唐宴啊 访汉宴 都是瞎扯 那都瞎扯 原土豆都上来了 那不对 辣椒都上来了 对 那还没闯入中国 我就问一个厨师 还是挺有名的 我就说那你这个 做的这个辣味 他说这就是 这个古代的辣味 我说这不对 那如果是最接近 辣椒的味道 可能 中国古代有很多种 香辛辣 辛的这个味道 比如说花椒啊 韭菜啊 这些可能都 都有这个辛苦的味道 最接近的 实际上是猪鱼 那猪鱼 就变差猪鱼少一人 那个是山猪鱼 然后呢 江南还有一种 叫无猪鱼 但是呢 真正给人吃的 叫石猪鱼 那在潮汕啊 在台湾啊 在闽南 还有这种植物 叫鸟不蘸 就是鸟不蘸炒鸡蛋 鸟不蘸炖猪蹄 都有 马英姐我就很喜欢 吃这个鸟不蘸 就是这是中国古代的辣椒 它最接近 今天我们吃到的辣椒的味道 所以你说 中国古代和今天的人 他的味觉 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肯定 那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预期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 他们觉得好吃的味道 跟今天也不一样 这个时尚也不一样 比方说宋朝最喜欢吃的 叫谢酿成 这个您吃过 在大 那个 在那个 发布会上吃过 它的容器就是一个橙子 因为当时对中国来说 这种东西是新来的 用橙子装着的菜 对 橙子皮 里面放上蟹肉 这是 这是非常非常高 现在在这个东西 而且佐料的这些年进步非常快 对 而且 而且哪有那么多 古代是没有十三香的 就像印度的古代 是没有咖喱的一样 所以没准一百年以后 活烧外星人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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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好像吃火锅 好像有点凑合 怎么就吃火锅 什么这 其实火锅特健康 我觉得我敢打赌 就是现在正在看这节目的 很多观众 肯定被这个蛀牙 有人被蛀牙和取齿 困扰 牙疼 我就刚做了牙 一天刷三次牙 很注意口香味 这还疼 为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碳水化物吃太多 在这个旧吃气时代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什么米饭 面条 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 你当时小麦没有被循环 水稻没有被循环 其他的粮食没有被循环 我们这物种 叫咱们这物种 食谱中碳水化物的比例 其实并不高 脂肪 蛋白质 纤维素 这比例高 但是一万多年前 那时候农业开始 农业一开始 这可不一样了 这食物中碳水化物的比例 就猛然就上升 对 然后呢 这碳水化物 其实严格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这个吃到嘴里之后 它会水解成单糖 单糖跟微生物 一接触之后 产生有机酸 咱其实牙齿 最外层 这个牙幼质 强度是非常高的 仅次于金刚石 在正常情况下 这牙齿绝对能 满足一生的需求 强却这知识 但是有机酸在牙齿上一附着 把牙幼质全给毁了 富货街岛特逗 您知道那个富货街岛 今天属于治理西边 好几千公里 大石头巷 大石头巷 就这地儿 这地儿是全世界 注压率最高的地方 曾经啊 就原来波利尼西亚人 在那岛上 这是注压率最高的地方 为什么呢 它岛上 因为它是一岛嘛 那个淡水资源就有限 那没渴的话 又没法喝海水 淡水又少 那怎么办呢 吃牧鼠 这岛上 一是吃那个牧鼠 二是喝那个甘蔗汁 就是那个田树汁 这里边 虽然解渴啊 但这里边 碳水药物含量特别高 那岛上 波利尼西亚人 14岁的时候就看着烂牙 20岁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正常牙的人 就是因为碳水药物太高 哎 真是 他说这个 我还就是说 马爷 您这个也有点岁数了 我怎么最近在我的朋友圈 好像得到一种新理论 就是有些拿国外的人写的书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粮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面 尤其特别是面食 甚至有人 就是有一个医学家 写过一本书 他认为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原因 就是人类摄用的 好多这个淀粉 认为这是糖尿病的原因 甚至是现在发展到 认为很多的这个中风 这个脑中风 还有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 我周围很多哥们都改了 不吃主食 就是吃肉 吃菜 吃肉多了好吗 两种书都有 两种理论都有 对 说吃肉多不好 这我体验过 我跟您说一说亲身经历吧 您刚才说那个 曾经现在有种减肥方式 叫生酮减肥法 就是碳水药物 基本上不吃 就吃脂肪 蛋白质 然后纤维素 喝大量的水 然后以我的亲身体验 碳水药物确实是 以非常高的速度 会转化成脂肪 但是当我摒弃这些东西以后 我能就恨不得 宇宙元可见的速度 开始往下降 这个体质率往下降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两点不好 第一点就是嘴里出怪味 嘴里无铁锈味 然后第二点就是脑子不太好吃了 我就在不吃碳水药物的 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就不由自主进入发呆状态 就双眼没焦距了 其实脑子要想运转 脑子要想运转 它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点碳水药物的 或者说里边转化为糖分的东西 是的 我第一次去重庆吃那个那火锅 那个比较有意思 没见过 咱北方人 第一个那时候夏天最热的时候 那时候没空调 所有人都光着膀子 叫广吧那儿不够 光着膀子还不说吧 谁不认识谁 这桌子一去呢 上面有格 九宫格 九宫格 其实不是九宫 是明明拔个格 然后呢 我跟另外一人往那儿一坐 太热了那天 辣椒浑身就湿透了 我就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好在还算一文人 不能脱衣服 吃 这一涮呢 他不会涮 他那格就上面这一层是个格 底下是钻通的 对 所以得钻住 一涮呢 没了 跑那屋去了 旁边那哥们 那里头去了 那哥们拿起来就给吃了 我这不太好意思说 你吃那是我的呀 人家不管 是哪格里的是谁的 真正讲究涮呢 是不能离开这格 那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吃吧 把我呛的呀 因为没有想准备 太辣了 当时呛的眼泪鼻涕一块流 那是我吃的 就是第一次吃这个麻辣火锅 全是红的 没有什么鸳鸯锅什么的 而且上面厚厚的一层牛油 牛油 重庆是牛油火锅 必须的是牛油 成都的就不是牛油吧 成都叫清糖火锅嘛 清油过 清油 牛油 他那个永远不换 明天点热了还是他 这一辈子也不换 过滤一下 老汤 老汤 老汤是有道理的 这个 这个 其实这个 地后油有道理吗 当然有啊 他 他所谓的香味分子 他是可以不停地分解 不停分解 你你你就是去那种清汤火 清汤的汤底的店 你一定是晚半个小时要比别人赚了 因为别人吃到的是那个 是那个最最开始的是不香的 他要要不停的加热 所以百年老汤 他是有道理的 喝别人的洗脚水 是更好吃的是吗 对对 他这说让我想 但是你看你跟广东人不一样 你看我在香港 广东人他好像喜欢 就是你们这纪录片里讲的 新鲜食材 那真是这清水啊 这个新鲜食材 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他要的是食材的原味嘛 对啊 四川人 重庆人 他要的是那个 火锅底调的味道 就是所有的 其实你想一想猫肚 黄猴 鸭血 猪脑 这些东西 你真正的烹制了出来 他没有那么好吃 本身都是打碎 对吧 没有那么好吃的 而且呢 有可能会有刺鼻的味 有味 对的 意味很准确 有道理 他只有在这个里边 锅一下 还有一种是朝周牛肉锅 在我们那儿也很火 对 他那个特点又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 其实就是 他说他是用牛身上 极少的一部分 六分之一的肉 才能切成这个蒜火锅的这种肉 其他的肉是 要煮的时间或者久啊 或者是带筋啊 或者是什么 是不能不能做的 他只有像什么 我们说什么 吃饼啊 这个什么齿仁啊 三花指五花指 这在牛身上都是一细条肉 然后就把它切出来 然后给大家吃 这是潮汕人他特别特别精细的一个吃法 就是蒜火锅什么都不如蒜羊肉 你要是饿极了 是咱北方人 对 一块的下去 当日马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 说当时呢 从前呢 这个香港一个美食家到北京来请教 这个蒜羊肉怎么吃 北京一个美食家呢告诉他 就是蒜羊肉 就是说侯宝林先生告诉他 说蒜羊肉啊 就是一盘羊肉 刷下去 然后捞着就吃了 他就当时就特别不明白 后来又问了北京的另外一个美食家 说说蒜羊肉不是应该一片一片蒜的吗 怎么能这么粗暴呢 他说这美美食家说 那是因为太穷 才一片一片蒜的 过去有钱的人家都是一下整个扔进去 说那个一片一片蒜的 中间还要垫点蒜 说解腻 就那么一点肉 解什么腻 所以我请教您 这个过去的这个蒜羊肉 他真的 王氏湘老人或者朱家进 他们蒜羊肉 因为蒜羊肉这是蒙古人带来的 对对对 本身不是汉人的 这个蒜口锅本来是游牧民族带来的 这种吃饭的方式就是游牧民族带来的 这是一个共餐制 为这个圆桌吃饭是个很野蛮的吃饭 咱过去一人吃一份 西餐就是分餐吗 分餐我们过去 过去是宋朝之前 没有方桌之前 都是分餐 我们不仅分餐 那还分桌呢 感觉越来越野蛮了 我们那个分餐啊 还不是一人端一盘子分餐 是一人一个食桌 一人一个 这屋子吃那场年大 以红梅艳那就是一人一个 对对对 现在北京也有一个这么分桌吃的 你要愿意哪天我带你去 吃的显得怪怪的 十个人站那么三百米一大厅 想喊着说温涛 你这个菜怎么着 喝口味吗 感觉是刘邦项羽吃饭的 对对对对 跟拍电影一样 他说北京是这样 我以我的经验 不说上面人 不说这些事 我小时候吃帅羊肉 第一 这羊肉根本不是机器切的 它不是冻过切的 它是没冻过切的 当时最牛的事 东南顺 它那个在寒风中 辣一天 三九天 在院子里切 让你看 因为大部分人吃不起啊 我看着这 哪儿 就他说那特重要 哪儿有人一顿饭 就吃肉不吃别的 这这得有多有钱啊 是不是 是 这帅羊肉 在大风天里切 那羊肉不是冻着的 是半软状态的 我记得清清楚的那大刀 它刀法好 那一刀下去 刀后匀 因为咱家里 也从来没买过 那么大块的肉 轮不上你切 咱们过去 两毛钱的肉 那么大一条 你咱们切的 都歪记扭巴了 对吧 他刀刀在那切 切完了一码盘 上去 你当然有钱 那胡拉全葫芦进去了 就我说 过瘾 就是这一块子 加十片 是不是 你穷人 你敢这么 羊肉太容易熟了 是不是 羊肉入水就熟 生着都能吃 抖一下 我们现在顺羊肉 这真是岁数大了 还有日子过得太好 吃不下 刚开始能吃 八十年代 那时候留点钱 两斤是 我们去啊 那时候王硕什么都在 一进门 门口 顺羊肉一进去 一桌 一人二斤 十个人 二十斤先上来 那服务员都愣着 说你吃得了 他们说你甭帮 吃不着 你拿来 全吃了 真的 那二斤肉 是实打实的 给你二斤肉 对 全吃肚子里 羊肉这东西 你要年轻啊 吃多少都能化了 是 肉不成 猪肉吃二斤 就基本翻白眼了 还真是 就为什么火锅吃的 就比一般的菜 吃的多 多 对 你要把那羊肉都炒了 你可就吃不了 没错 刚才那个 马老师说的 那个合餐分餐 那事 我想这挺有意思的 好好说说 您就这 没没没 咱们这儿没错 国家博物馆里头 就有一个 类似于火锅的东西 但是那是明显 分餐食用的火锅器 叫青铜染气 它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这底下是一铜炉 可以放这个燃料加热 上边是一个 类似于耳杯的 一样的一个 一青铜结构 但汉人的时候 有类似于吃火锅的 这么一概念 他不是说 今天把肉 涮熟了 蘸着酱吃 那时候就直接把 那个酱料 放在上面的染气里头 然后底下 把那个酱料 给加热熟了 直接把那个生肉 在染料里头 酱料里头涮熟 那时候 那酱料都是染料 那个染字是怎么写 染就是无染的染 染料的染 对 那时候管 那酱料都是染料 把生肉在这个 染料里涮熟 这种行为 称为染 但那时候 大家都分餐 不在一桌上 我特讨厌 小青老师那边 肉涮好了 但他没注意 他跟麻老师说话 我就趁机 用两个手指头 把他那 耳边里的染料 涮熟的肉 加上来吃了 小青老师说 可是你这人 怎么那么恶心呢 就这种行为 特着人讨厌 但是我把手伸进去 家人肉种行为 被称为染纸 染纸就从这 这么来的 染纸是这么来的 要不是染纸 是一扁一词 就是它是对别人的 那一种侵犯 一种骚扰 后来过渡到 对女性也叫染纸 我在重庆 重庆原来有一个 特别牛的火锅店 叫洞子口 就在一个防空洞里面 开的一个火锅店 是一个画家开的 拿一个破铺扇 那个这个人神奇 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有人说 说老板这个味道不够浓 他就拿着一个铺扇过来 到你的火锅面前 直接手指都就伸到 你的火锅里面 这也是一种染纸 那个煮着开的锅 所以这里边 透着不是外人呢 他老干这种事的人呢 他第一 他的耐烫 那我亲眼见的 过去的人 那时候过去都是煤球炉子嘛 煤球炉子红的烧的 那人就聊着聊着天 拿着烟 拿一个煤球 这全是老炮 谁敢玩这个 他就没事 小剑你说 这个火锅的这个料 比如说像这个重庆 这个成都 它讲新鲜吗 火锅料不讲新鲜 但是它要炒制的时间 越长越久越好 所以舌尖利 大家也看过 炒火锅料是一个最粗笨 最没有技术含量 但是最要功夫的活 什么功夫 就是炒 就反复的炒 要炒一宿 第二天这个火锅才会好吃 你火锅好吃与不好吃 不是那个 不是 他一定要先把这个香味 一层一层的炒出来 就是他多 马老师知道 老北京人炸酱面 一定是两次加热 卸了酱先蒸 蒸完了再炒 再炒酱 一定是两次 多一次烘焙的过程 多一次加热的过程 他就多一次香味的释放 这个做美食的总是这样 就是好多东西是 时间 就是好多东西都可以工业代替 但是时间工业是代替不了的 那你说 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 当然我变味不太敏感 但为什么我觉得我得到重庆和成都 哪怕甚至是他同样品牌的这个店呢 我怎么就觉得还是在四川的好吃 跟在北京的不一样 重庆四川的好吃 对啊 对啊 他一门一样在北京开的 不不他改良 到哪都要改良 餐馆不改不改良 对 也太辣呀 辣度都要降 他要更标准化一些 就是重庆那个真的是很粗放的 重庆叫江湖菜嘛 对 就是特别特别粗放的 所以说你们俩这总结 就是说便宜 对吧 说中国人爱吃 便宜不是 还有一个是佐料啊 他咱们说了 你要知道人的味觉系统 味道强的永远有遮蔽作用 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咸和辣 人你给他吃了更咸更辣的东西 他肯定再吃这个就会更加淡而无味 之前的东西就会淡而无味 是 就是很多营销非常好的餐厅 我作为一个美食纪录片的导演 我就去采访 我说那你告诉我诀窍是什么 人家也非常就是手再重一点 但这个年轻人他就是 尤其是年轻人的口味 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个给夺走 其实真正的美食的东西就会被忽略 吃盐是吃盐很容易上瘾 我现在就是口味越来越重 不好要控制 刚才说这佐料 他说的这个是四川火锅的佐料 其实北京火锅当时全是靠这佐料 对 你知道这佐料中最重要是麻酱吧 你这麻酱你今天随便买 也不知啥钱 过去麻酱是定量的 一户一人一个月一两麻酱 不够你帅一回的 那是麻酱 那时候在馒头上摸 那时候我们在馒头上摸麻酱 你们北方人就是这个麻酱 就是北京人说东西好与坏 在食物上 你就分得特别清楚 驴打滚 比如说豆汁 二花音的都是比较糟的 但是芝麻酱没有二花音 就表示正中 正中 你比如说北京有一道菜叫乾隆白菜 乾隆白菜是什么呢 芝麻酱和白糖抹在白菜上 就觉得乾隆 芝麻酱太好了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早餐 馒头抹麻酱再撒一层白糖 哎呦 我有一个比赛什么三明治 北京姑娘 她就说 她去加拿大了 说加拿大什么都好 就是芝麻酱没人调 芝麻酱没调 不会调 芝麻酱 对于一个北京姑娘来说 芝麻酱可以占宇宙的 都能吃的 你知道她这个过去 因为我跟一些老先生去吃饭 你看那时候我年轻 喜欢看他们吃 一到双羊肉 那时候双羊肉也算大菜 八十年代 刚改革开放 请人吃双羊肉 那老先生都是一请必到 因为没人请 吃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谁贵族 王世香 那当然 凡是讲究吃的人 对佐料特别在意 不讲究的就是 你看那就是 什么一外行 就吃一大概 像王世香他们吃这个 调完佐料 没有一次会第一次成功 我觉得它是一个 白给你看是个程序 都调完了 拿个筷子一扎 扒一桌 加点韭菜花 其实都是说给你们大家看的 对 就是他 我就不相信能加那一点 这味能改多大 那个确实能改 对一个美食家来说 是确实 他就是要加点这个 干什么 没有一次你能调的 就是一次到位满意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走完这套程序 就是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也许说来这次不能老 回回都韭菜花 显得不专业 下回是来点蒜汁 来点什么 他就是每次要求 姜豆腐 他什么 他这个这个 每次要求不一样 但是他绝对不要一次调到位 每个人都调自己的 自己调的 后来那种 就特土 就是本店的特色 就是调好了的 是吧 这就不行 好的火锅店 一定是自调 对我自己调的那个 我没几筷子就吃完了 就用完了都 对 像东莱顺 之前他每年有两个月以上的 那个歇业期 他在歇业之前的十天到半个月 他会猛加料 啊 那啥意思 就是你吃别的家的都没味 这是这是这个好多老人老人的回忆录里边都都写到 而且我是在哪看的呢 在那个文革的时候 这个批判过去的旧社会的时候 坏招 坏招 ala 大辞 是的